現在就是直接把電池放進去之後 先確認電池有放進去 蓋子鎖緊 然後把IC-Key的接頭跟飛龍車接頭拆開 短的那一頭接IC-Key的短的那一邊 先讓我看一下 然後另外一邊接電池表 然後這時候 電池表沒有資訊是正常的 因為必須要踩動踏板才會有資訊 那我們直接點開軟體 先隨便選一個地方做測試 按下開始 之後會出現這個畫面 連接IC-Key 連接完成之後 它會自動跳到設定連影 跟一些基本設定的地方 現在會看到就是電子表跟這上面的表 數據是一致的 要代表連接正常 隨意有,隨意有,隨意有 註定的部分 是,隨意有,隨意有